彼此后书第三章第十一至十二节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虔 直直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再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刑质的都要被烈火溶化 其实我相信圣经里面 这一章的圣经是其中一章 将神的日子、那日子、耶和华的日子 终于黏在一起的一章圣经 因为我们知道由第八节开始 一直是关于我们所说的主日子 有关于我们所说的主日子 有关于我们所说的主日子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 是什么意思 这个诗篇一百 为何说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其实原因是 折旗就告诉我们 神是对全人类的历史 是有开始的日子 亦有结束的日子 而开始的日子 不是由神创造阿当夏娃的日子 神创造阿当夏娃的日子 真正应用或实行在地球上 是由主日子 神创造阿当夏娃的日子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说到这里 其实我们看到 彼得很清楚 知道神所定这些折旗 即是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 因为这个救赎计划 而赐予给我们的人生 是很明显有一个指定的目的 让我们去完成的 因为如果我们说 这里很清楚 到时会有大响声 天又被火烧 有形质的都要被消化 跟着很多所谓有形有质 我们所重视的物质 地土甚至地球都会被废去 其实在于外邦人来说 当我说到这些东西 他们就只有一件事 是绝望的 所以你会看到 为什么会看到 很多这些外邦人 一听到关于主花的日子 一定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是异端 甚至是教会 都是这样说 因为他们自己 将他们的人生 全部都建基在这个世界上 而不是建基在整个目的 和整个计划里面 但是你会看到很有趣 在这一节经文 好像在世界 所有人都说是世界末日 什么都没有 但为什么他反而在第十二节之前 会说我们所读过的这一节经文 第十一节呢 他说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会看到 比特很明显 他现在在说的是哪个题目 全世界都说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是绝望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用做 死不死 外邦人也好 最惨是连基督徒也好 一说到世界会结束 天地都会消化 他们只想到一件事 就是死不死 大家一起陪住 不用怕 为什么他们全部 只想着这个题目 都完全离开圣经 完全会这个题目 都是绝望的呢 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是 例如我所说的这些人 去抛他们一生 去建立的就是巴比伦这个城市 不是神这个 我们所说的天上的城市 你要看到他说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他说 既然这些东西都要如此消化 那你们为人应该 怎样圣洁 怎样敬洁 怎样敬洁 他是说这些字眼 所以我尝试会在这几天 跟大家去组织思维 去思想下 究竟我们 每一次我们去到一个这么紧急的光景 无论我们在灾难之中 或者我们避到灾难也好 其实我们的思想 应该集中在一个什么方向呢 事实上在今时今日 我现在和你录这一段说话 我已经在大陆 正在中国这一块地方 花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才能设立这些系统 能够再录回 座座溪水房 正式录回主日感言 好像今天才能完成 这些系统 只能够完成了半个月 这一段说话 就是4月26日 每一件事都在发生 每一件事都在加速 我也是在大陆 预备给一些消息 给一些报告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可以去一个 反思的时间 在一个时间 去知道 我们在这一段 人类历史当中 这么珍贵的时段 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 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 世界末日 有或者没有 为什么要回应神 原因就是 全世界的每一段时段 都是神设计的 而事实上 如果我们现在 真的将要接近 这个全球性能事件 如果我们要接近 这个最后三年半的话 这个在圣经里面 特别是强调 叫做耶和华的日子 去到耶和华的日子 人仍然在想 死就死吧 人仍然在想绝望 你就可以想象 这些人多愚昧 就算连基督徒 也很愚昧 或者是一些 甚至是台料政策 不忘在沙里面 你不要告诉他 我什么都不想 我什么都不想 你想想 这个是圣经里面 说的是耶和华的日子 到最后 所以我们仍然 很多人都是自把自为的方式 去度过 我们人生 神所定的这段时段 尤其当你听这篇小识的时候 哇 很多灾难 甚至我们教会 可能已经禁止了 因为很多事情已经发生 很多事情 已经是我们要做出 一个准备 或者预备 或者大度假 这是一个时间 我想跟大家尝试 去反省 这个既然是神所定的日子 兄姊妹 既然是神所定的日子 那我们在当中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有什么心态 既然神特定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 定了这个时段 他期望我们有什么回应 那神是什么心态 神是什么心态 神怎么看这段时间 他是开开心心 还是他是开开双双 那我们又应该是什么心态 我们不能说全部以自我王国 为出发点 什么都以自己的得失 或者利益作准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要任何时间 尤其是耶和华的日子 我们更加应该去思想 是谁 我们应该思想是耶和华 神创造的时间 将要终结的时候 人类的历史将要将国权 和所有权柄 要交给神的时候 这个地球的租借时间 已经过去的时间 我们还不思想耶和华 在这段时间 要做什么 想什么 希望我们怎样回应 你能够想象 这些人真的连最后一刹那 都将自己的永生 变成一个赌注 只不过是一定输的赌注 所以这几天我想和大家 尝试思想一下 在圣经里面究竟如何教我们 我们应该有什么心态 去迎接这段时间 因为明明 如果不是全国开双双事件 感谢主也是我们应该反正的事情 但如果是的话 这篇信息我相信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在这个时段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比拉罗书第三章 第十一到第十二节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不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洁 痴痴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神在我心 天庭人气 心永共烈 陪伴我走 波涛或私地 他动我相欺 本着我 本着我 红眼手 踏过风波跳尽 本着我 红眼手 向着情 跟主人领导 光幻变 坚守信念 持定良心 一生女徒 尝讽出思评 歌声赞美乐 尹奉兴 主人满日 永远尽 永远尽 尹奉兴 一生力量 连日 圆永兴 永远尽 永远尽 百五百하는데 基德 小传关 需要 序观 故事 ston